清瓦台国民请愿上登载的中国城 指的是江源道、春川市和洪川郡一带的韩中文化城 由江源道与中共机关报、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 以及可隆国际等四个机构共同建设 春川金石莲实务处长全容范表示 该项目明显被中共利用 无法理解江源道为何还要推进 该项目耗资高达一兆62亿韩元 相当于约15亿美元 江源道日报报道 韩中文化城是为了纪念2022年韩中建交30周年 声称为了避免民众的反对声音 将原名为中国复合文化城 改名为韩中文化城 江源道道知事崔文荀 在接受人民日报人民网的采访时表示 该项目可以称为文化一带一路 引发韩国市民的强烈反对 而早在2019年12月 北京人民日报总部举行的韩中文化城成立仪式上 可隆国际诸事会设经理尹昌云就表示 中国复合文化城项目是实践中国一带一路精神的重点项目 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给当地政府造成载务危机 被指使载务陷阱受到广泛批评 新唐记者今夜李润静韩国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